好,那麼我們在一開始的時候呢,先帶各位看一下 您先到這邊來,我們今天研習的這個資料呢,我都準備好了 都放在這個地方,OneNote 這是一個翻轉學習平台,剛剛我有問過朱老師 他說,你的班沒有,還沒帶進來就對了 但是有另外一個班級,那麻煩各位呢,您到這邊 1234-1,Knoww.net 那您進來之後呢,因為我現在螢幕比較小 那麼,如果正常的狀態下,你應該還會看到上面的選單 我把它稍微縮小,應該,平常各位進來應該是看到這樣子 那這邊呢,你有兩種方式可以加入這個平台 第一個是比較標準的方法 好,從這邊會員登入 那你從這邊呢,你來選擇 你來選擇,你想要用社群的方式加入 或者是怎麼樣 社群的方式這些都可以 或者是你直接用你的信箱來做註冊 都OK 好,這是兩個方式 那如果你用信箱註冊的話呢 它會寄封真正信給你 所以您必須要去收信,啟用一下 那如果你覺得,我今天也還不確定 老師講的好不好玩,對不對 你只想來玩玩看的 請你來用這裡,有沒有一個訪客 誒,我現在有廣播吧 有嗎 有嗎齁,好 這裡,有沒有一個可以直接取的訪客代碼 它會給你一個八位數的 它會給你一個八位數的一個號碼 那麼,你把待會呢,你把那個號碼記下來之後 你下次呢,就直接打相同代碼就可以進來 那這樣子呢,各位你的學習紀錄 你有加入的群組都會留在裡面 你甚至可以在彎弄裡面直接做筆記 各位,平常筆記都記在紙上對不對 但是呢,你在這裡 你可以再把你的筆記跟你的什麼 教材做結合 OK 那我這邊呢,就取得按一下 有沒有取得八位數代碼 這部分大小寫齁 你可以在這邊就把它稍微記錄一下 當然,如果不小心忘記了 也沒有關係 你點進去之後呢 在裡面還是看得到 好,你看一下這裡 右上角這裡 這樣有沒有看到了 在這邊 在這裡 所以代碼一樣會顯示在上面 那要麻煩各位同學 你進來之後呢 第一件事情先報上名來 對不對 編輯一下個人資訊 你從這邊點一下 翻連姓跟名加進來 好 那好了之後呢 我們資料在哪裡 我們資料在這邊 我已經公開了 所以各位 今天 這一堂課結束之後 如果 如果你覺得 你上面的資料 對你有所幫助的 回家 自己再加護也可以 反正 我只要公開了 就不會再收回來 好可憐喔 哈哈哈哈 好,那你看一下 我們預設是在發現這邊 你進來之後 預設是在發現裡面的 所謂的課程 那課程呢 比較像是就是 比較 只有教材而已 那我們的呢 是屬於班級 所以我把它放在 所謂的群組裡面 好 在這邊 有一個叫群組 你把它點進去 點進來之後呢 你就會看到 這樣 如果你還沒有看到 你們學校的話 就糟糕了對不對 好 現在好像速度 稍微慢一點點 在這邊 有沒有看到第一個 這樣你應該不小心 就知道 站在前面這個人的名字了 如果你把這個名字丟到這邊來 你就會看到我所有的 有公開的 好,像剛剛朱老師提到的 因為剛好我上個禮拜 也去中正講了一個 講了一個 準備跟影像處理軟體說拜拜 哈哈哈 線上服務這很流行 所以我們就介紹很多 就是在線上就可以做的 像做網頁 雖然不在這個裡面 但是做網頁也有比較快的辦法 這樣以後資管系的 就會比較輕鬆一點 因為不是資管系都可以做得出來 資管系怎麼可能做不出來呢 對不對 好,那你點進來之後呢 在這邊點一下 好,你可以看到右上角這裡 有沒有一個加入 從這邊 你把它按下去 這樣就恭喜你 進到我們的課程裡面來了 好,那你第一個進來呢 這裡有我們的簡報 有沒有簡報 那這個簡報的方式 可能跟各位平常 有用過的powering 比較不一樣 有沒有 等一下你會看到 那這個 這個是我 今年 下半年 主推的另外一個 就是比較特殊的一個軟體 好,做簡報的方式 那等一下呢 會給各位看一下 像這樣子 好,像這樣 那這個呢 我們的資料呢 都已經放在上面 好,在這邊 那麼 真正的教材的內容 在任務裡面 所以 在這邊 包括我們 大家會跟各位介紹幾個 常見的這個 3D的應用 那我們 3D這個軟體的 相關的教材都在這裡 這樣有沒有問題 這樣會不會加入了 好,那我就先在這邊 那 右手邊這裡呢 我順便跟各位說明一下 對了齁 我們這個加入之後 如果你不滿意的 可以隨時退出齁 沒有人 沒有人阻止你 哈哈 OK 那你往下走 往下走 如果你今天沒有帶 隨身碟也沒有關係 我們在右手邊這裡 有相關的軟體的連結 可是因為我怕我們這邊 一次那麼多人 一起從雲端硬碟下載會太慢 所以我請朱老師先放在那個 Noodle的上面 學校的網路應該要比較快一點 這樣OK嗎 可以齁 那麼你往右手邊再下來一點 我們上課的過程 這個錄影 會隨時放到這上面來 所以如果待會兒呢 你發現 因為這麼多老師比較難 每個都照顧到嘛 所以呢 如果你發現老師剛剛講的 嗯 不是很清楚 想要再了解一下的 你可以隨時把老師舉個類 我都不會怪你 OK 等一下會一邊放到上面來 那麼你往下走 你就會看到我們家的部落格 我們家部落格在這邊 好 那我的那個 部落格上面呢 其實會有很多的一些介紹 那麼我也有經理YouTube頻道 好 所以剛剛講的那個就在這裡 就在這邊 好 那等一下呢 您會看到我們錄影方式也會像這樣 就是 請問一下各位有沒有聽過摩克斯 有吧 你們聽過摩克斯 有沒有摩克斯 還是你都聽對岸而已 因為對岸叫摩克 沒有 沒有關係 我剛好也都有講過這幾個主題 然後 那我們的影片呢 會像這樣子 就是說 每一段影片會在五到十五分鐘 然後呢 我會把像這樣主題都標示清楚 所以你就會比較清楚說 老師上過哪些 這樣OK 好的齁 那我這一段就錄到這邊